还有 杏儿是个性情中人 性子比较烈 进了他 把话说清楚 不要不清不宠 不明不白 更不要不告而别 大哥 我要跟随你 不行 大哥 即使你去阎罗王的森罗宝殿 小弟也要跟你 不行 大哥 小弟也要留着 大师 小弟也要留着 大师 小弟 小弟 早安 小弟 小弟 快好 快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 那么你也不可能爱上 爱上任何一个人 很难说 以我的性格 我似乎不可能爱上任何一个男人 那真是我 那么你也不可能爱上任何物 很难以弃 很难忘了 这里没错 我还不认为你 玄幻 你又说错了 我不是找一个男人 在黄泉路上违拜 而是甘心为那个男人 在黄泉路上违拜 这个男人有何种特质 何种魅力 值得你为他这么做吗 先父一生没有什么作物 但他有情有义 而这个男人 也是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 你只看重情义二字 这个世上 只有情义无价 那个男人 并不年少英俊风流倜傥 年少英俊风流倜傥 都早已离他远去 看到他 我仿佛回到当年 妇女相依为命的那段岁月 当他望着我的时候 我仿佛 看到父亲般的慈爱目光 我渴望 他那坚强的臂弯 紧紧地涌着我 不是男子的激情 而是慈父般疼爱与关怀 到今天 我才发现 魅需要有爱 不是如火如燕 而是温馨的联系 我仿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我们已经抓住了刑事 因为六军全部都成了缩头乌龟 至于东西二厂和锦衣卫全都靠边站 临出宫时本王只说了一句 不下也得下 不下也得下 对 那还得等他想一想 让他自己找个台阶下 彻夜未眠 王爷也该歇歇了 不 本王对一个人还不放心 谁啊 叹花李寻欢 真是奇怪啊 妾身也不知道说过多少回了 像这种人 王爷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 交给妾身就是了 安妃有所不知 本王不是在乎李寻欢 更不是怕他 只是因为本王爱杀了这个李寻欢 能文能武是个奇才 好 那就收买他 笼络他呀 他是什么也不爱 什么也不要 那就软硬兼施啊 好像不太管用 那就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从他最亲近的 最疼爱的 最关心的人下手啊 好 爱妃这招真是太高了 本王怎么没有想到呢 英小儿跟我报数 吓了我一大跳 你头里也吃不了那么多 看来你真是饿坏了 不过 现在你的精神看起来好多了 我吃饱了喝足了 倒是辛苦你了 宫中的情况如何 太后和德安公主遭到软禁是事实 是皇上下的手遇 因为皇上得到密报 所金驸马密谋反派 所以他们母女俩也受到牵连 我很想见见太后和德安公主 这一点我实在办不到 因为云王粉饰太平 没有动用一兵一族 所以皇上也不动用军中亲信 虽然我在六军中有很多朋友 但是一个也帮不上忙 真是难为你了 一天一夜未曾合眼 你该好好歇息一下 你倒疼惜起我来了 你不是需要温馨的联系吗 假情假意 我李循环什么都会 就是不会假情假意 你呀 人家跟你仨个娇你都不懂 有那么多女人会爱你 也真是奇怪 好了 你好好歇一歇 我去看看金无命 儿臣叩见母后 问母后安 哀家戴罪之身 受得如此大礼 有朝一日儿臣深登大宝 也会朝阳院中早晚叩安 哀家没有这个福分 今日叩见母后是有一事相求 你们兄弟怎么商量 怎么争抢 与哀家无关 儿臣不是为大明江山来烦请母后 是为了探话 那下次见 我也有一点 好 有点好 是 好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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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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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退 你不是想去见太后吗 这下如愿了 你在犹豫什么 我像是个犹豫的人吧 徐欢 你看我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 我早就在宫中安插了内线 虽然他们不便工人帮忙 但是如果有人设下陷阱 他们还是会放出警讯的 我从不畏惧任何龙坛胡须 我只是在想 那张免死铁券 该不该交回太后的手上 或许有朝一月 可以救她一命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 前两日 渔王不是处刑几虑的 想谋取那张免死铁券吗 依我看 朝中上上下下 宫里宫外 都已经完全布置好了 那张免死铁券 也许对她没有什么重要的 任我有个自私的想法 我赞成你 将免死铁券还给太后 物归原主理所当然 怎么能说是自私的想法 免死铁券 只能免除一个人的死 我可不想孤孤单单地死去 好 有你陪我 我又怎么能让你落单的 可以进宫了 请 草民李循环叩见太后 李叹花 不必行此大礼 想必这位就是德安公主 草民叩见公主 请起 谢太后 李叹花 难得有一个 隔墙无耳的大好机会 哀家首先要说的 此次赵你进京 未料到为你增添麻烦 未曾办妥太后所托之事 草民勇敢地安 此番雾面 此番雾面 恍如隔世 立坦花 哀家有几句话 你要听仔细了 哀家一直很希望再跟你见面 只是 你不想要再跟你见面 只是 你拥有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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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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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母后把该说的话 已经都跟李叹花说过了吧 王爷 小民有一事不明 王爷全世震天 洞汉京世 就连当今的皇上 都要畏惧三分 王爷又何必在乎 区区一个李寻欢 叹花李寻欢 能文能武 有情有义 朝野之名人人敬重 如果本王能得到李叹花相辅相作 必将是有道明君 天下必将心悦成福 原来如此 不过王爷 你把李寻欢抬得太高了 本王抬你 你也要知道回报 王爷会善待太后和德安公主吗 岂止是善待 是要后代 但是 王爷还有什么交代 你一定要答应本王 绝不与本王为敌 既然太后再三请求 又为王爷说了这么多好话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太后 就不会反悔 好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 又怎么了 王爷 朝中有朝中的体制 宫中有宫中的规矩 而我们江湖中人 也有一个相传多年的法则 而且我李寻欢不是独来独往 还牵扯了一堆人 都要小心行事 本王可以等 但是 不要误了本王的良日吉辰 也不会让王爷等太久 只请求王爷给我一个对时 一个对时 也就是明天的这个时候 足够了 好吧 王爷请问 又怎么了 王爷 在这一个对时中 我希望王爷身边的人 全部静止不动 江湖人物 不听话的居多 所以不管是上官金红也好 百法三千丈也好 还有他们带领的人 全部给我离城四十里 到明天这个时候 才能回来 王爷无需多疑 就算这些人都离城四十里 就凭我一个李寻欢 也休想扳倒王爷 本王并不怕你 王爷当然不用怕我 因为我手里还有一副大牌 至尊宝 这副牌比起太后公主 还更有价值 寻欢 从宫里回来之后 又好像变了一个人 怎么回事 昨天一日一夜 就好像绷进的贤一样 倘若不放松下来 贤就会断掉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都要告诉我 我见到了太后 也见到了德安公主 他们已经接受 驸马爷金子光 死去的残酷事实 满天的风雨都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过去了 你和朱睿 排了什么妥协的条件 妥协 看着我 看着我这个年华 已经渐渐逝去的中年人 我不怎么起眼 一天十二个时辰中 倒有七八个时辰 是醉醺醺的 可是 我从来不跟别人妥协 我很听话的 你去宫中 我就躺下来闭眼休息 那并不表示 我就不知道外面 发生了什么事 上官金红子率领的六十七名杀手 听清楚 我是把数字说得清清楚楚的 还有那些经过训练 擅长搏杀的熬犬 他们如今都已离京 盘缓在西山白雄寺的七号岩一带 离这儿有五十里 就算他们施展绝世轻功 奸臣赶来 也要有半个时辰 那个时候 你的飞刀 已将一些该杀的人赶尽杀绝了 现在不要提这些杀法的事情吧 听我说 崔明婆婆鬼影儿那一帮人 也有一十九口也已经离京了 他们是往南走 停的小桥屯 离京城四十三里 你好像是个脚夫 连几里几丈都清清楚楚 还有 一日朱睿身边 总有一批死士 保护他 如今也销声逆期了 这些我不关心 我只关心小芸 小芸跟白眉道长早已离京 小芸跟白眉道长早已离京 小红阿飞还有杏儿吗 来 阿飞 你这不是存心惹大哥生气吗 他心情难得这么好 跟杨姑娘在那边弹琴喝酒 小红 我看你还是不了解大哥 我不是不了解大哥 我是不了解你们男人 大哥叫我们走 他是要一个人独揽重任 单挑风险 看京城这么平静 他心情也难得这么好 我看漫天风云应该已经过了 这可是大战刚刚要开始的征兆 你不要吓我好不好 这几年来 我很难得看到大哥 跟一个女人这么亲近 他跟杨姑娘真的是很投缘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我也说不上来 大哥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反正我觉得此时此刻 我绝不能抛下大哥一走了之 阿飞 就算你骂我自私好了 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我一直都在流浪 我不是说我的人 我是说我的心 一直在流浪 一直在漂泊 我真的很想安定下来 阿飞 你帮助我 让我漂泊的心安定下来好吗 小红 我一直都是喜欢你 我把往这一天 把往得很久了 可是 我知道 你一定以为 我是要欺骗大哥 才做这样的决定 我不想骗你 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到后来 我逐渐有了改变 我是真心诚意地 想要跟你厮守终身 而且 大哥他也真的喜欢上杨姑娘了 阿飞 我们不能辜负大哥的心意啊 小红 我了解 我都了解 对 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在担心杏儿对吧 我知道 杏儿是个好姑娘 我们不能伤害她 我想去找她谈谈 很诚恳地谈谈 不用找我 我就在这儿 我已经活了十九个年头 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个男人 也没有爱过一个男人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爱上阿飞 反正 我已经爱上她了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哪怕是为你死 如果你说你心里不喜欢我 你喜欢别的女人的话 我一定会杀了那个女人 杏儿 您冷静一点好吗 阿飞 你不要担心我 我很冷静 你不要认为 我会做出什么傻事情来 我说过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但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我可能会背叛你 甚至杀了你 那个人 就是我们家小姐 他 我可以说 你喜欢我 踩鰹 你会这么好 我的肚子 我会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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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们走 走得越远越好 走得越快越好 我要你们去追求人生的幸福 你们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澄清 你们分明就是想留下来 留在我身边 小红 不要认为大哥永远孤独 大哥并不孤独 我不需要你们来陪伴我 我知道你不会孤独 你有金红仙子时时作伴 出爽入对 你当然不会孤独了 所以我跟阿飞也要出双入对 我不想跟你做口舌之政 你要嫁给阿飞是正确的决定 但不是在这里 离开京城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大哥 我以前一切都听你的 但是当我决定嫁给阿飞之后 我凡事都要听他的 阿飞说 你永美高歌可以没有他 你功成名就也可以没有他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场生死大战 你就少不了阿飞 所以我跟阿飞 绝对不会离开京城的 他人呢 阿飞 阿飞 金兄 你找阿飞有什么事吗 我有事找他商量 他人呢 正好不在 他出去了 不能跟我说吗 李大侠 不是不能跟你说 只是 当面找阿飞谈会比较好 也许 待会儿我们还要到别的地方 去走一趟 那恐怕就没办法了 阿飞兄他 阿飞他今天要做新郎官了 那是喜事 嗯 阿飞要做新郎官 他 他跟谁成亲啊 他就是新娘子 恭喜恭喜 这件事绝不能找新郎官 我会再去找别人 只怕 只怕稍后 没有空喝二位的喜酒 先告罪了 告辞 请 我孙小红要嫁给阿飞 好像是天要塌下来一样 在世人的眼光中 我好像早就成了 你李寻欢的女人 我是不在乎 可是这岂不是让阿飞蒙羞 让你受到委屈了吗 小红 做人何必在乎世人的眼光呢 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不管好人坏人 都同样说这两句话 早就轻着难分了 你也知道 杏儿跟我的亲密关系 有话但说无妨 如果荆大哥有顾忌的话 我也可以回避 不不不 你可以留下 本来这件事 我只想告诉阿飞一个人 尤其不能让李寻欢知道 怎知到了此地 才知道阿飞今天要做新郎官 所以只好来找仙子你了 尤其不能让李寻欢知道 为什么 莫飞跟她大有关联 今天一早 崔敏婆婆还真有本事 派人找到了我 我 来吧 会员 拼命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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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不是 我们下来 你 我下来 我们下来 你 我下来 我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晚 白眉道长带着龙小云 他们连夜离间向南行 这是他们要走的路径 如今 白眉道长遇害 龙小云下落不明 你看魔文江立成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划 无论 后来我们推断 死者是一个 易容乔装的假扮者 不是真的上官妃 虽然阿妃杀的 不是上官妃本人 却已表明 他有杀上官妃之心 嗯 往下说 由此推断 上官妃最想杀的人 是我 第二想要杀的人 就是阿妃 所以 我约阿妃出来 设法引诱上官妃 并联手加以居杀 如果 正如崔敏婆婆所言 有一个能人高手 在暗中帮助她 即使侍宁和阿妃 联手出击 也未必能成功 他们攻击别人 是主动的 暗中帮她的人 一定等在 预先设计好的位置 我们攻击她 她是被动 暗中帮她的人 不一定就在她身边 也不一定 就在有力的位置上 这是我们可以得手的机会 还有 如果在下 抱着一拼两网的决心 那上官妃 就再坚难逃了 你打算和上官妃同归于尽 有如此深仇大恨吗 这与深仇大恨无关 也不是什么为武林除害 为人类除奸之类的大道理 只是在拼战之前 就因抱着与敌同亡的决心 我也有这种想法 金无命 你是衡量过 以你一个人之力口难成事 所以才来找阿飞的 您可高估敌人 不可高估自己 既然 你不想耽误阿飞的良辰及时 那有没有考虑别的人选 我相信 我和阿飞会有很好的默契 除了她之外 我们也考虑过别人 也许 只有我一个人去试试吧 我与你配合如何 你 有一个人 你们都忽略了 我才是最好的搭配人选 金大哥 我很佩服你那个 一拼两亡的办法 可是 临战情势 很可能顺息万变 到时候 你想一拼 并不一定就有你拼的机会 如果另外有一个人 这不关你的事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星儿 金大哥 也许并不想跟你联手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么决定了 金无命 这件事我跟你联手 大哥还是不放心 把他托付给我 我当然放心 问题是 叫我怎么说呢 你不想在一场大战中缺险 我能理解 你想跟我并肩作战 生死与共 我更是感动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征战 有拼斗 有杀戮 就有死亡啊 就我知道了 你今天才做新郎 难道你忍心 明天就让小红当寡妇吗 兄弟 一个好男儿 不仅要对天下负责 对良知负责 对好友 对兄弟负责 最重要的 要对妻子 儿女负责 明白吗 大哥 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你说 与其事后 看阿飞长虚短叹 追悔莫及 爆汗终生 倒不如让他跟大哥 共赴生死 小红愿意为你们 披麻带笑 对 小红不是嫁做瑜伽女 也不是嫁做农家妇 作为一个无者勇士之妻 这是一牛的心理准备 无数 好 这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C essay 迈兰 本身 许 请 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